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周五召开会议,讨论年龄歧视对老年人的歧视,及其对医疗和政治前景的影响。 年龄歧视是一种偏见,它更多的被视为事实,而不是对个人意见的潜在问题处理。 随着一个人年龄开始在身体上表现出来,人们几乎就会立刻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内在能力做出假设。 在政治领域,年长的政治家经常被指责为系统的困境,他们的精神敏锐度经常被质疑为其对能力的攻击。 年长的人往往更容易受到仇恨犯罪的影响,因为犯罪者认为他们很虚弱。 虽然这些假设可能被年轻人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文化根深蒂固的关于衰老的假设会导致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Ageist态度在医疗保健系统中是最具有刑和最有害的,对于老年人仅仅将他们的疼痛和疼痛视为变老的一部分,他们就不太可能寻求护理。 也不太可能认真地对待医学专家的建议。 医疗保健系统本身也不能幸免于年龄歧视的趋势。 医疗保健提供者也可能认为有健康问题的老年人不值得照顾,或者只是将他们的健康问题归咎于衰老的结果,而忽略了非常真实的症状和状况。 重要的是要记住,老年人仍然和年轻人一样有生命力和活力,他们通常能够提供不同的技能来增强工作场所的年轻一代。 并且他们可以提供敏锐的洞察力和排除故障知识,以帮助顺利学习过程。 他们的医疗保健问题仍然与年轻人一样多,而且他们可以为社区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为新鲜血液而让路。 凤凰卫视白宜辰,洛杉矶报道。